大量快衰的機制 讓我們的第一線的意願 能夠更快的 來判斷這個事物是新冠肺炎的感染 因為整個 防疫的戰術 概念可能要改變 好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請黃副市長來為我們講一下防疫的細節 我想剛剛市長講的就是主要是第一階段我們這個準備的所謂準第三階段 那市府活動6月8號以前的活動原則上市府主辦的都取消 市政大樓明天起全面實名制用身份證獲台北通 那比較重要是機關的同仁我們會啟動異地辦公的機制 我們去年已經演練過一次 另外是衛生局的部分就剛剛市長講的和平醫院的部分 我們會做到徹底的分艙分流 也就是他們的值班同仁在隔離病房的不會跟其他的門診 或其他的病房有混用 所以這部分會徹底分艙分流 另外我們也會把醫療物資跟空間準備出來 目前為止清出77個空床準備可能的大量的病患 那我們剛剛也會提到說我們會嚴重提升大量的快篩機制 那這也是希望提升我們一般的基層醫療院所他們的鑑別的能力 第三個部分是市政府的民政局 我們目前為止公有場館還有台北市的公有場館就暫停租借 也就是活動的部分請暫時取消 那宗教的部分我們是建議有群聚的活動都建議停辦 社會局的部分社區關懷據點目前為止是停辦 老人服務中心也不開放 那教育局的部分早上的重大考試 跟接下來有一批的教師甄選 不過他也是類似考試 所以只要是一間教室裡面不超過100人的 我們還是會比較會考的規定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教育局其他的重大活動都予停辦 交通局的部分有關防疫計程車 我們現在有15輛 我們現在在研議擴充它的量能 接下來這些居家檢疫居家隔離的人 大量的增加的話 可能有更多的需要就醫的需求 他們的防疫計程車的需求會變大 那我們也是來指示說 防疫計程車的駕駛我們會在施打疫苗的部分 協助它免掛號費 那我們現在正在研議防疫巴士 因為像上一次俄羅斯芭蕾舞團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大量的車 移植這些相關的人員 那我們現在因應可能大量的居家隔離 需要到我們的居家隔離處所 這個部分我們會研議跟業者討論 成立我們的防疫巴士 那最後是體育局 體育局的部分我們希望目前所有的體育活動都延後或停辦 那觀傳局就是剛剛市長說我們會 征用了一家的防疫旅館 會有200個空房 因為我們的安心檢疫所現在也已經快要額滿 所以我們接下去因應大量的居家隔離的人 人員的話我們會 啟用這個備員的防疫旅館來作為隔離的處所 以上 好 那麼今天氣血會除了我市長還有副市長之外 我們衛生局長黃世傑黃局長還有林毅的副總院長 徐大成副總院長也都有列席 如果對於疫情有一些相關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詢問兩位專家學者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放聯訪 中天 中天庭委想請教一下 現在針對疫情的發展 台北市啟動準第三級的警戒 那是否會比較就是新北持續超前部署 當社區感染持續爆發 該封城就封城 那第二個問題喔 針對如果升至第三級狀況的應變 是否會包含應變醫院還有大型收治場所的啟動 謝謝 坦白講喔 短短的24個小時喔 從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 這個進展速度相當快 但是我覺得也不需要去製造更多的恐慌 所以現在是這樣 該封城就封城 這句話當然是對的 但是 我要講的是說 該封城的時候才封 還沒到封城的時候也不需要去封 那至於說 大型的這種醫療院所 其實我們都有準備 只是說 作為政府是一定有準備 但是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 也不用 在這個階段 再去增加市民的恐慌 大概就是這樣 對 TVBS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是不是第三階段 常是有包含應變還有大型的 都有啊 各種大型應變醫院 我們這個都 我們都有算過台北市這些 台北市其實 作為台北市民最幸福的是 我們的醫療資源是全台灣最豐富的 所以我們這些醫院 只是說 我們現在開始 隨著疾病 隨著疾病 也開始在進展 我們就開始說 有哪些非緊急的 就不要讓他住院 要開始把他空出來 我們是開始 從那些專責醫院 已經開始在預留空蟲 想請問一下市長 還是想問一下 有關這個封城市府這邊 是不是已經有做因應的歸 規劃 然後還有一個是 就是今天台北市出現的兩例 都是在萬華 而且他們都是算是 比較特種行業的人 請問市府 是不是已經有掌握 跟他們相關接觸的人 還有他們的足跡 因為剛剛指揮中心有說 他們應該跟就是 顧客之間都會有一些 比較親密的接觸 口罩是無法戴好的情況 來 醫調請那個文護來說明 有關萬華區的這個部分 我們接到通報的時候 兩點鐘 兩點鐘已經啟動了萬華全區的消毒 剛剛應該很多媒體都知道 那因為 就是因為他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在醫調上面 是碰到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的同仁 都盡量的在做一個一個的追蹤 也會啟動旁邊的相關的監視系統 都需要花時間 那另外整個的 整個的醫調的狀況 其實因為因應本土辦理的突然增加 其實同仁的量能 我們已經在衛生局 調動其他科室的同仁區去協助了 所以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來做完這些相關的醫調 但是只要通報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完成清修了 封城演練是去年我們都做過桌上演練 桌上演練的所有的SOP 其實市長的指示完了 都在我們的SOP裡面 您是 市長因為現在整個疫情拉升 之前疫苗沒有要打 會不會建議中央開放給地方來自行買賣疫苗 我今天早上 我中午有看到網路新聞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就是說 疫苗這件事情 我要講說不然你早說 你現在等於把你中央政府的責任 全部丟給地方政府首長的責任 現在是這樣 變成我們地方政府自己要去買疫苗 買不到是我們的問題 你要講就早一點講 之前我都說我們依照 在過去半年 每次遇到這種問題 我們就按照 按照中央的指示 去處理 但是不可以在今天這種局面 中央突然講出這種話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謝謝 請問一下 剛剛有提到那個 衛生局要嚴厲提升 大量快篩機制 請問提升到什麼程度 有沒有詳細的內容 這樣 一般來講我們在測這種感染的確診案例 是測那個 就是所謂的RTPCR的那種技術 但是一個方法是直接測那個抗原 又測蛋白質 就是那個 濾過性病毒的 Bmol蛋白質 那當然RTPCR來講 它會更準確 精密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過去常常有那種說 它是檢測出來是陽性 但是好像不太會感染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量非常少 但是很靈敏還是抓出來 但它量少到都不太會感染 所以過去我們在 我們在台灣 病例不是很多的時候 你知道 我們這種RTPCR 可是你看看 就像這次議會 那議員一直在質詢 目前在台灣做一個都要五千塊 做一次RTPCR 就測那個mRNA 那如果我們不要用那麼精明 大概在CT number 在26 它就會 相對應的那個蛋白質量就測得到 改用量測蛋白質 大概現在一個KID大概是三百塊 一組 但它加上人工的那個技術 它比較不準 但它比較快 所以我們 我們明天早上會做一個討論 你知道 就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的策略是用 我們也沒有鼓勵大量快篩 因為我們過去的策略是用防疫旅館 跟居家檢疫 擋在第一線 如果在14天內 它有症狀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 假設 過了14天還沒有症狀 它感染率就非常低 但是量少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種策略來處理 但是 現在如果一下子病例出現這麼多 整個台北市的防疫戰略 可能要再改變 就是說 我們從那些有症狀 比如說發燒的咳嗽 直接測 那發現它是有 具備 就是測到 鼻腔裡面有那個 新冠肺炎 這種病毒的蛋白質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在15分鐘內 把整個程序做完 那個人就先撈下來 抓出來 然後 跟他有關的家人 通通不准動 觀察幾天 當然我們要建立一個社區支援系統 跟他倒入是